好运 喂喂喂 豆豆梁你在搞什么招牌菜啊 光下班的时候捡到了一只小龙虾 哦 让我看看 你这小龙虾有点大哦 你以为啊 就是要发财了 那他怎么不动啊 好可怜哦 既然他已经不动了 我们要抓住他的头 拿一条毛巾 给他的肉给掰下来 再抓住他两根天线 把他立起来 大龙虾拿把生锈的刀过来 然后在这里砍一刀下去啊 然后取下来 这个头备用哦 再给他砍开 一开二抓住他的脚 把这个壳子掰开 把这个筛给去掉 再砍去这个脚的尖尖 每个都砍掉哦 再把它移出来 在这里砍一刀 把他脚全部取下来 再从他这些脚哦 两脚一格 把它切下来 开成三块就好了 砍完头的那一块之后 再来处理这个虾肉 把这些尖尖给剪掉哦 剪去这些渣渣之后 反过来把尾巴砍下来 再从他肚子中间 剪刀剪下去 剪开它 再拿把刀一开二哦 开二之后 两格一块肉哦 好 改好刀之后 下一步我们开始操作 然后我们给这个肉上干生粉哦 给它蘸上干生粉 给它捏圆一点 捏紧一点 等下炸出来都会很好看 好 这些虾脚虾骨呢 随便撒一点点就行了 这个头啊 这里撒一点 好虾处理完之后 我们先来码个位 做月菜你必须要回码位哦 来我们下一个一点点糖 一丢丢鸡粉 一勺味鸡 美籍 蚝油 胡椒粉 两滴老抽 再倒入我们的丝生粉 给它搅拌均匀 备用 好开始炸龙虾 先把锅给怼热 倒入干净油 把油温烧热 先下入这个虾尾 还有鱼头 把它给炸好 马盘 炸好之后我们捞起来马盘 鱼头捞起来之后 再把这个虾肉倒下去炸 六层油温左右 把火搅动一下 这个虾肉比较大 要泡一会儿哦 虾肉炸熟之后 把这个角倒下去 稍微炸老一点哦 再把它捞起来 把油温升高 再把虾肉放下去 炸三秒 好 锅中留少许底油 下入牛油把它炒换 哎 到了凉对了 你的鞋穿了多久了 还不赶紧上德屋上买 上面都是大盘还保真 关键是现在有活动特别划算 新年还能领取红包不利哦 来我开始放大招啦 牛油炒化之后 下入金葱 慢火煸炒 调入少许的盐味 两面都炒得焦黄 到处备用 锅中再下入花生油 下入葱白 翻炒两下 再下入洋葱彩椒 调入一丢丢盐味 翻炒 蘸一点点水 把我们炸好的龙虾放下去 撒入花雕就有围边了 大火一点 翻 再来一次 翻 再来一次 翻 翻炒 来大招真的来咯 下入我们麻好的味料 下入金葱 来点麻油 微边 好 上菜 我们要倒到一个盆子里面 直接放碟的话会很脏 三冲爆炒龙虾 你学废了吗